位于善导寺捷运站内的Easy Coffee 透过训练精神障碍者专业技能的方式 不只让他们能够更容易进入一般社会就职 同时也希望用专业的工作表现来消除社会大众的偏见 其实比较少的部主能够接受 甚至一般人很难想象 所以这些朋友他们其实也可能可以在 比如说行政工作或者是说服务业上面 他们其实也可以有解释的表现 我们就想说由我们自己来开始创了这家店 那我们是以一个咖啡店的形式 我们希望先改变大家对于精神神病的印象 因为大家太多都是从戏剧 从新闻事件上面来认识 对我们希望从大家从生活上面来认识 我们会开始有一些正向的态度出身 欢迎光临 或是以任务识 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要学做三明治 比如说火腿起司三明治 那我们就会先从每一个每一个步骤拆解 拆解就包含从土司放到土司去 对然后图维乃斯这些就是步骤拆解 那一次就是以一样产品为原则 Easy Coffee采取产能核心的方式 依据每个人的工作产能给予不同的薪资 让每个人有不同的空间去做个别的训练和学习 并从中获得成就感 我现在饮料还是如果说很多杯的话 我就会我就会来不及这样 速度才有 我速度很慢 所以我就会做很慢 然后就会紧张 就会有压力 就尽量让自己不要这么紧张 要控制住 然后要告诉自己说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其实对于大家的辅导 不希望你建立在工作上 我是希望能够回归到生命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会去 开始带大家探讨一些自己的生涯规划的意义 甚至我们会希望能够带大家回头去克服 当初发病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症结点 他们一直到了现在十几二十年 还没有办法打开 对我们希望能让他们的协助 他们能够处理这个 这个这个结 对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真的让大家的 整个的生命是可以更完整的 让他们能够真的自己经营自己的店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愿景 对 也一方面我觉得是 他们也证明了他们自己的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有一天应该也许会打赏 但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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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对